索娜与小浩两位演奏家中西合并的演出 呈现基隆中元祭族群融合的重要意涵 迈入第167年的这项基隆传统文化活动 将在8月7号登场 虽然疫情警报尚未解除 不过在基隆市长林游昌力挺下 基隆中元祭仍如期举办 让族仆理性中心会方面非常感谢 而为了做好防疫 除了缩小活动规模 包括放水灯花车不徒步游行 不行性表演 不封接管制 及不开放民众参与外 针对开刊门 开灯放彩 释放水灯头及观看门等祭典科宜 也将提供线上直播服务 降低群聚风险 因为今年我们取消很多的实体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线上的这个活动 也让民众在线上就可以参与 今年中元祭的一个祭典 活动全部都用直播的方式来播出 不论在YouTube上面播 还是在市长的FB上面播 这在过去是比较没有再采用的一个方式 但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采取了这样的线上直播的方式 让更多人没有办法清零现场 可是当然可以透过直播的方式 来了解我们台湾最重要 一年一度的文化的祭典活动 德基隆市政府首先在这边 没有停办我们中元祭 而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透过线上 透过不同的表演方式 让我们跟这一个新冠病毒 来找到共存的方式 牛昌也展示今年 祖朴姓是李姓中庆会的文创小物 包括服服口罩 钥匙圈等文创商品 还和在地青年结合出版中元良报 让基隆中元祭 不只是一姓传一姓 更能传承到下一代 这个也是今年很特别的 去年我们在清安宫 我们一定给人的年轻人 来整个集中非常别开生命的版斗 跟我们中庆会 跟我们中元祭来做结合 今年没有办法版斗 所以他们跟中庆会合作 出这个中元良报 这个是由我们基隆的年轻的伙伴 跟中庆会一起合作 所以呈现出一个不一样 然后有创意 有新思维的 我们中元祭的一个呈现 好来我第一个 第一个抽起来 圆满 我们要祝福今年的中元祭 能够圆圆满满 继去年广受好评的平安乖乖包 今年基隆市政府再度 与知名临时业者合作 推出中元限定版的 平安报好运爆米花 将在中元普渡相关活动时 送给参与民众 也祈求疫情逐步趋缓 国人都能平安健康 爆米花就是 会这个福气 会爆开来 会传送给大家 那而且这一个商品 说实在是现在时下年轻人 非常喜欢的 所以我们还多年轻人来参与 然后来一起 关注我们基隆的中元祭 所以今年特别 有祈福意涵的 这个卡兹爆米花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今年中元祭重要科医日程 包括8月8号开刊门 8月19号开灯放彩 8月20引斗灯 及8月21放水灯游行 与施放水灯头 最后在9月7号 关刊门及交接守炉 祝福新丑基隆终云祭 顺利吉利 记者张执城 金融报道 谢谢 谢谢 谢谢